男生會聊雞雞雞嗎 我在這邊大聲疾呼 一般的男生是不會在家裡自己這樣子的好不好 不會 你會 會 會 你還有嗎 你會聊 本節目由全台最強線上情趣平台 Dr.情趣以及Monster Energy贊助播出 感謝 不講長編話只講真心話 歡迎來到真心話酒場 耶 我們要先下 這是我們的一個傳統 沒問題 越帥越紅 好 首先歡迎兩位來賓 達達跟子喵 歡迎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就是我們真心話酒場的一個放談 我想問一下 就是因為達達跟子喵有一個很決定性的差異 我們的酒膽差異很大 就是我們其實剛剛節目還沒開始之前 我們有在稍微小聊一下 對 他有時候 對我近兩個禮拜都在喝酒 每天嗎 幾乎 幾乎每天晚上 那你現在身上的酒精是有代謝掉的狀態嗎 欸不一定要很多啊 但是基本上就晚上會喝一些 然後甚至還會跟我的觀眾一起玩那個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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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的觀眾一起玩那個啊 酒精 咆哮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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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人都在喝啊死一次 就喝一口 那你真的是酒膽滿強的那種嗎 酒膽很強啦 但是酒量不一定到 可是這樣的話就表示 宰熊那可能 跟我們平常在玩喝酒遊戲有點像耶 你剛剛有聽到嗎 他是玩ARM的時候 只要死一次就一杯下來 好那 就是因為達達是最近都在喝 那子喵呢 我就是完全不喝的 而且我覺得你有真的喝到 吐到爛醉的那種 我有吐過 你有吐到 受不了 就是你一天吐三次 然後頭又暈又痛 隔天起來全身痠痛 然後頭痛那種感覺嗎 我一曾經喝到這樣過 所以指揚是沒有經歷過這個階段 我是別人生日的時候被灌 為什麼別人生日是灌你 不是 就是去年還是前年月曦生日的時候 超莫名其妙的 可能是因為他們的酒量就比較好 然後他們就不知道我真的那麼爛 因為第一次跟我喝酒 然後那個 盔皮 他就在那邊當那個 酒醋先生 他就弄一個 紅酒 然後混什麼東西 反正他就混了一些酒 然後就拿著那一壺 然後一直在那邊 欸子喵喝辣喝辣 完全就是酒醋先生 你知道嗎 他那個不是酒醋 他只是灌酒小 然後後來那天我們 結束的時候也是早上的嘛 然後他們就怕我一個人回家很 很麻煩 因為從板條回蛋 很明顯就是套路啊 對就是套路啊 不是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本來說 我要去月曦家住 可是後來我就覺得不太好意思 然後就是那時候就是由那個 柔成團 他剛好是住前面一點點的地方嘛 OK 然後他就跟我順道 然後結果我在 計程車上又吐了 哇 然後他就在那邊拿我的嘔吐袋 然後最後我走的時候 我就說那個 嘔吐袋我拿上去丟 他說沒關係我幫你丟 重點是那天我跟柔成團第一次見面 你後來還有跟他有聯絡嗎 是 就還是會有遇到 就在一起吃飯的時候 但他不願意跟你聯絡 哈哈 他應該好像應該不願意再跟我喝酒了 他想起那一天 很美好的那個夜晚 反正就是很尷尬你知道嗎 那天真的害我超尷尬的 那達達呢 達達有 因為你喝酒可能 你比紙面要頻繁很多 那會不會你這樣的情況也 比較多一點 我近期的話是沒有 但是我在兩年前的時候是真的喝得超級瘋 那時候跟公司的人一起喝酒 然後因為那時候酒膽大 然後那時候就是把整個公司的部門喝掉之後 然後喝到就是大家全部倒一片 然後甚至是喝到忙到之後 我在跟主管那邊有英文互尬 然後重點是我完全不知道我英文有到那麼好 其實根本沒有 然後聽說我還把我主管罵到哭 跟我對不起 為什麼會把主管罵到哭啊 等一下你後來還有待在那間公司嗎 有啊 有啊 因為他們 我以為你要講說不然我為什麼來回事 所以那個時候的裝牌到後面 而且那天是我們喝了啤酒威士忌 然後紅酒 然後又喝了高粱 喝完之後 他們就問我說你要去哪 我要去下一攤 真的假的啊 我跑去夜店找我朋友 然後繼續喝威士忌加香檳 很厲害 那時候原本是只有喝威士忌 但旁邊的人發現我喝不醉 開始在我酒裡面倒香檳 太過分了吧 那時候原本發現 是一個絕對醉的套餐 真的真的 可是那時候就是大家都是這樣玩嘛 然後就覺得說沒差我自己可以 然後呢 那時候原本有其他的女生 就男生很多那女生嘛 然後玩遊戲輸了 他們就指定人家喝 其他女生喝到不行了之後就說 欸我們去廁所一下 我等一下很快就回來 然後就變成我一個女生嘛 我一個人扛 一個人扛 扛十個男的 這句話聽起來不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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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師 所以那個時候後來 身體有很不舒服嗎 就是因為 因為你我剛剛就聽 目前聽下來 你已經混了四種烈酒了 那那個基本上也是跟他那個時候 基本上差不多 而且重點是我居然那一天 還沒事 欸那你酒量真的很好欸 那你身體蠻好的欸 那時候 好接下來是下一個真心話環節 我們不講任何人的名字 不講 講自己的朋友 曾經發生過喝酒好笑的事情 你要嗎 你要先講 我先講好了 你先講好了 我曾經有個朋友他喝醉 超屌 他不是會罵人 也不是怎麼樣 他會去移人家機車 為什麼為什麼 沒有我跟你講 他很屌 他移人家機車要喝醉了 然後他是把人家機車移到 兩個街之外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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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做很瞎的事情 那個人可能 那個人可能出來自己也會忘記 結果 剛好移的是一個 也有在喝酒的人 OK 所以他出來的時候 我自己做不停在那裡 幹你怎麼喝多了 沒有他已經移到兩個街出去 所以他是移他認識的人 你不認識 他不認識的人 他剛好移到一個剛好喝酒而已 那我想問那個人 沒有鎖龍頭嗎 沒有鎖嗎 他在拖掉慘工作嗎 沒有 他在拖掉慘工作嗎 他在交通大隊嗎 我跟你講 最屌的事情是 有一次他看了機車不爽 為什麼 因為他沒在停那個人裡面 要移到兩個街口以外的停車殼 搞好說了一句 這種機車就是要停在機車隔離 這樣不好 沒有要停在兩個街口以外的機車殼嗎 這個是一個蠻厲害的那 那我那個是 也是很誇張 可是沒有那麼好笑 我也是 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一個超愛喝酒的女生 然後那一間酒吧是 開車的那一對夫妻的朋友開的 理解 然後那老闆就是來就是會一直請 然後就說一開始去請一杯Shot 然後那女生很會喝 他就這樣一直 他就一直Shot 就是跟著老闆在那拼 我們要走之前 他先去廁所 吐了一回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吐完了已經好了 然後我們就 從信義區要開車載我回家 結果就到我 快要到我家的時候 他就突然說 不行 然後他就叫我 然後我就說 他不行了怎麼辦 有沒有暑假帶 有沒有暑假帶 然後那他老公在開車嗎 他就說 有有有你在附駕的那個盒子裡面找 然後他老婆就在裡面找 他說沒有啊 後來就真的找不到 他老婆就把他手上有一個紙袋 然後給後面我朋友 他就直接吐在裡面 然後他們想說 喔沒事了 等一下再拿去丟就好了 然後大概過了一分鐘之後 他就說完蛋了 這個紙袋要破了 因為他感受到 他感受到 他感受到 他感受到在爪爪 而且重點是 我們喝之前 我們還去吃晚餐 我們吃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台式料理 喔 好酸喔 好酸喔 後來他就在全家那邊停下來 找塑膠袋 結果 找到的時候來不及了 那個已經打在他腿上 然後 然後我坐在他的旁邊 然後我就 破了 真的破了 等一下後面那個笑聽起來太醉了吧 後面那個笑聽起來太醉了吧 不是 不是 你剛剛都沒喝不是嗎 我們剛剛都已經 我喝成這樣 打他喝成這樣 他也這樣 他醉醉也是什麼意思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入我們喝酒 玩遊戲的環節了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玩這個遊戲叫 真心化身體密碼 好 來 那就當然 就要先來一個 胸圍 我上胸應該有個氣勢 來 準備 應該是 83 所以答案是 83 83 那個打打寫75 他小看了自己 那接下來就換子喵了 好 我想問 臀圍好了 我記得以前量好像是量寸 那我們用寸好不好 好 可以可以 他現在呢就是 子喵有一個他自己設定的臀的寸 那我們就直接請打打來量一下 那這個就要稍微讚一下 我印象中啦 我不太確定 你是寸嗎 對 啊對不起 我被他烤到 這在幹嘛 這在幹嘛 用臀部嗎 他用手肘 用手肘 你在報仇是不是 你還可以切畫 我們導播在旁邊說 你很會切畫面的 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邊有聽到 兩位 兩位 你們在幹嘛 兩位 算嗎 算算算 哇 中了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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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那個麻煩兩杯下 兩杯下 頭刺打打的 不是 這鴻屁 我就問你 誰會切切成為 不會啊 不會啊 你搞不然連自己雞雞腸都不會雞 男生會聊雞雞雞嗎 我在這邊大聲幾乎 一般的男生是不會在家裡自己這樣子的好不好 不會 不會 你會 喂 你會 還有嗎 你會涼 你涼屁啊 我每個都涼 哈哈哈哈哈 我問你 最長 最長你遇到幾公分 16 16 那你是在他 那個狀態下涼 還是那個狀態下涼 那個狀態下涼 好那 OK 我們第二輪 那我要問 腿長 腿長的基本範圍是從肚臍開始 對 從肚臍開始 猜吧 94 那就 94不會太短了嗎 超過分的啦 超過分的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 不是他腿很長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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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真心了 你看打他的臉啊 你看打他的臉 沒有 我是腿長期一定有超過94喔 來 肚臍在哪 這裡 你不可以把皮尺那個插到他肚臍裡面喔 喔 有 來多少 96 欸 欸 多了2公分 好OK 那我們這個遊戲呢 就在那邊到一個段落 那我們要玩下個遊戲了 下個遊戲就可以讓你們對決了 OK 這個遊戲很有趣 我們要先上我們的白板 白板跟筆 好 我們要玩的遊戲就是 猜猜就是誰 好來來來 那我們打打 我們先心中想一個人 那我想到了 那先講他的外貌特徵 他有戴眼鏡 他的身材適中 他的門牙蠻大的 然後四個男生 如果女生長這樣也是蠻辛苦的 沒有 我覺得其實這樣就夠好猜了 這樣就夠好猜了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 人像呢 轉向給我們的攝影機 這一筒這一支攝影機 這一個人 他畫出來的這個人 不是我畫成這樣 我根本不好意思猜別人啊 那你還敢畫 剛剛就跟你講要認真畫 你還敢說你自己畫的沒差喔 不是我 我就不會畫過啊 妳可以 超不餓嗎 對 OK 好換 換妳要初期給我們打打 好 來來鼻青給我們的打打 眼睛很大 黑長 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 然後鼻子很挺 皮膚白 就這樣 幹你自己打開 超級沒有特徵 沒有特徵啊 眼睛超大 女生的眼睛超大 真的很少耶 很大啊 她剛剛說的是 她的眼睛很大 這算什麼特徵 真的很大啊 真的很大 再一個 再一個特徵 還是還好啊 好 好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你畫的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打打畫的 我猜 眼睛超大 我知道有個 來 月琪 欸對了 欸月琪 月琪 月琪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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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拍是觀眾 你剛剛有拍的觀眾講什麼嗎 沒有 她說 請問一下前面是胸部還是猴傑 好這一拍就先到這邊就前 我怕你們再繼續得罪更多的人 好我們先玩下個遊戲 下個遊戲比較激烈一點點 我們接下來要玩的這個遊戲呢 叫做 我從來沒有 準備 我從來沒有對另外一半死亂中氣過 我從來都沒有在游泳池尿尿過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嗎 真的沒有 你知道現在游泳池是 現在游泳池是不能尿尿的 你現在只一一尿尿他就變色了 就變色了 我從來沒有去過夜店 放下 怎麼會有這麼雞白的 怎麼會有這麼雞 換我 我從來沒有在節目上 報過我自己另外一半的長度 欸太扯了吧 來啊 你給我喝 來換打打 我從來沒有對 有另外一半的人心懷不軌過 你有 心懷不軌 她說她直接說她有 妳直接說她有 妳直接說人家有可以嗎 我有嗎 是鬼 喔 給我喝 喔 妳真的算心懷不軌喔 心懷不軌拍影片了 拍照片了 沒有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我沒有吃醋 阿鬼要怎麼樣 沒有關係 只是她今天答應我 她不砸了 我已經把她辯論過很多次 如果她還是要這樣子對我 我只能對不起其他人 我跟你講阿鬼 我不會對妳怎麼樣 但我會對想對妳的人怎麼樣 可是 那想對妳怎麼樣的人在這 所以她現在變這樣的意思嗎 我沒有想對她怎麼樣啊 她會變這樣 我畢竟也是在這個業界的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她這個業界真的蠻亂的 哈哈哈哈 從今天的節目到目前看起來 不是 妳覺得亂通常都是異性 但我們現在都是搞同性 那妳有看她的眼睛嗎 在什麼 妳現在看著她的眼睛 她重點是她現在沒有辦法對焦 她跟我們不知道妳是誰 妳知道我 我不知道我已經想好 等一下要出什麼節目 妳知道我是誰嗎 我們遊戲已經結... 我們遊戲已經結束了 不行 好 給妳再一次 給妳再一次 我從來沒有交過女性的另一半 我也沒有啊 妳剛剛不是說那是妳的另一半嗎 妳給我喝 哈哈哈哈 妳剛剛不是自嘴是另一半嗎 好 欸如果假設我今天手部放下來 我他媽就是個gay欸 沒錯 你們兩個給我喝 欸 哈 哈 好OK我們今天節目就進行到這邊 但是重點 我們現在呢 要開始統計我們今天所有的訂閱數了 我們現在總共呢 目前有三杯下 兩位 你們選擇 要由誰來 骰這個骰子 我給他骰 沒關係 真的喔 來我們再講一次喔 我們的單數 是我們的子喵 雙數 是我們的打打 來準備 那就是三杯下 不然這樣好了 我這邊很簡單 你要我幫妳喝可能可以 那我要用嘴巴問妳 沒有沒有 但妳要奶我 妳要說一些甜的話 拜託 求妳了 求妳了 我怎麼樣 我很棒嗎 我很棒嗎 我覺得我應該要離開這個畫面 讓大家畫面好看一點 拜託 妳好棒 等一下 妳跟聊天室說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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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跟聊天室說一句 妳說一句讓聊天室開心的話 我慢點走 聊天室 帶來胸部超美的 什麼東西啊 這性騷擾了吧 那可以嗎 那我喝囉 等一下來我喝 我跟妳講 我剛剛這件事情呢 我剛剛就一直在旁邊想 那我剛剛就在想說 子喵到底可以醉成什麼程度 我們剛剛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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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謝謝子喵 耶 我這邊要跟大家講說 我為什麼要願意為她喝這一杯 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她等一下還有一杯 好OK 那我們的真心話酒場呢 這一集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然後呢 就是其實我們很感謝就是打拿 跟子喵到現場 希望大家就是來到我們現場之後 真心話酒場 其實它的定義就是在 大家在一個很chill的氛圍之下 彼此聊天 然後抒發一下平常的狀況 然後可以好好的 你知道嗎 我去抓癢 好 真心話酒場第二集 我們非常感謝打拿跟子喵 我們下次再見 你們想看 蹦 你